老師你回到簡報第一頁之後 請你幫我看一下 這裡是不是有一個嗯哼的邀請連結 麻煩你幫我打開 我已經有做好一個就是會議室 就跟我們用Google Meet一樣 也就是說我取的那個連結 那它不會就是那個消失 不會說你關掉就消失 它會繼續留著 好那我就直接加入 下載你告訴他不要啊 那它下面會有一個那個使用瀏覽器繼續有沒有 使用瀏覽器加入就好了 沒得選嗎 還好有想到 來你看我就允許大家進來囉 我允許大家進來 好 你的麥克風要關一下 我們這樣大家進來之後 你有沒有感覺大家都遠遠的 對不對 好那這裡的話呢 我們來看一下 老師你這樣進來了齁 我們就可以先到右手邊 為什麼大家都遠遠的 我也想要遠遠的 呵呵呵呵 對不對 然後我要去背 你看這樣我有沒有去背了 它現在抓的是我 網路那個筆電上的那個鏡頭 其實我這台筆電的鏡頭 也有廣角啦 78度的 所以 所以也還可以啦齁 勉強可以這樣子齁 那 你找哪邊 老師看一下你的右上角 點到你的大頭 有沒有看到這裡的外觀 這樣知道了齁 然後一點最右邊就是 不遮眼 不遮眼 啊不遮眼 真實演出啊 然後呢你也遠遠的 有沒有這樣就遠遠的 你還可以選擇 啊我不要給你看到我後面 這樣有沒有發現啊 下面這個 有沒有這樣灰灰的 這樣我就可以跟別人講話了 有沒有 這樣老師有沒有感覺了 比較有feel了 好那 就是四角形的這個也可以喔 如果你想要去背 這樣這邊也可以去背 萬一你旁邊 有一些 就是廣角比較大 不適合 這裡可以裁切 有沒有 這個是他最近增加的功能 這個 四個角落這個 是放大縮小 這個就是裁切 好有沒有 你可以切一下 萬一就是 如果還是會拍到不該拍的 你就做個裁切這樣就好了 老師有沒有感覺到你現在 你的後面 沒有藍綠木 這樣有感覺了吧 對齁 然後老師你看一下 右手邊 你應該知道 如果你要美肌的 在這裡 有看到一個美化嗎 就是這個 另外有旋轉這個應該就還好 另外那個效果這裡你可以看到 他有一些 如果你要什麼變黑白像素啊 像今天就有這個啊 對不對 表達一下心情 我們家在這裡 呵呵呵 這樣可以嗎 哦 哎呀 這樣大家都心情不好 我看看有沒有大太陽的 哈哈哈哈 沒有 哈哈 馬賽克喔 就是不想要那個啊 像素話 叫做馬賽克 你不要看著我 我講這樣講話就好 哈哈 老師你可以想到的一件事 以前我們開會 是不是都只有四四方方的歌詞 你有沒有感覺 你今天想要跟誰聊天 張老師我們一起聊一下 哈哈哈哈 對不對 然後我要站來這裡 我看著你 你都沒有認真看我這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這樣不才會黑黑妹 所以你有知道說 為什麼那個 Evernote的創辦人說 這樣子 大家 比較有 因為疫情其實大家 遠距的嘛 那我們這樣是不是就比較有 有Feel了 老師你說是不是 哈哈哈哈 好所以 這樣就比較 那背景當然也可以換啊 對不對 剛剛有很多人幫我換了背景的 那 老師你看 背景和我們效果中間 有一個什麼功能 有沒有看到大手模式 你想不想來試看看 大手 大手 不是手變大 有沒有 哇 變3 2 1 這樣有沒有比較酷一點 哈哈哈哈 你的大手模式要勾起來 大手模式勾起來 那為什麼會這樣這裡打開 哦 手勢在這裡有沒有看到 有 5 4 3 2 1 有沒有 愛心 哈哈 哈哈 欸有愛心啊 這個 擋住了 有有有 你看我們 愛心出來了有沒有 所以下次 不要再比這種的 好嗎 蛤 現在很多拍照 都叫你比這個嗎 哈哈 很難比 直接在上面這樣比就好了 你看 這樣有沒有比較愛心一點 這樣 眼睛呢 欸 有沒有比較有feel 哈哈 欸老師這個動作不合格 所以他不會變 你看他的眼睛是那個喔 欸有有有有 這樣有合格的有沒有 哈哈 其實你看我們那個 大家的那個網路攝影機的畫面 你有沒有感覺 其實事實上是有點糊糊的 不要這樣啦齁 筆電也有點年紀了 哈哈 所以 你就會發現 跟我的有沒有差 是不是有差 我的比較清楚一點 其實那個是因為解析度 不是因為灰塵 因為我們 一般比較標準的鏡頭 他可能都是只有 比如說 六四一成四八 或八百成六百的解析度 所以 為什麼我說 老師如果要注意顏值 就是要注意一下 那個網路攝影機 因為 除了 品質比較差 位置比較不好 是不是就會影響到 我們看的那個 那個感覺 對不對 對 所以其實這個是真的有影響 好 那下面背景我就不用換了 因為 剛剛大家應該大概就知道了 所以 基本的 外觀這樣有沒有搞定了 可以齁 所以 這樣大家就有個感覺囉 那 他的背景一樣可以是那個動態的 喔 是是 老師你不用 可是每個人都可以 欸對 他不能鎖定 所以老師就提到一件事情 為什麼他是給小型的 也就是說 是給 有克制能力的 這個就不適合給學生 我今天是來 我今天是來開會 要來解決問題 但是增加一點我們的方便性 有 好像真實互動的感覺 而不是要來 你要有什麼權限 要有什麼權限 這樣子的 對對對 來老師請坐 所以 我們360的背景圖也可以放出來嗎 都可以啊 所以你如果說 也就是說 老師有看到上面這裡 今天不管你是什麼 老師平常Google Meet上課的時候 有沒有用過螢幕分享 對嗎 那你就知道意思了嗎 可不可以把 我分享的東西放到後面來 當然可以啊 對對對 你把他想 現在我們就是在做線上會議對不對 只不過不是用Google Meet 不是用Teams 而是用比較有趣的像這種 這種方式的開會 那今天如果說 大家這樣好了 我今天如果 這個網路攝影機我想要暫時關掉 就在右下角 有沒有可以暫時消失 也是可以啊 你不見得一定要怎麼樣 一直都出現 有沒有 老師已經幫我把簡報分享出來了 所以我就可以像這樣子 不管是你在操作 還是我們是看的人 是不是都OK 對啊對啊 就是講的人在上面 那我要聽的 我也可以收起來 我不要干擾你 你就認真的講你的 那我要發言的時候 老師我有一個問題 我跳就跳出來了嘛 來來來 我們 你上課都是像這樣上課嗎 我就站在這裡 我問你這個問題啊 這樣是不是也可以 所以 這樣子的話 其實你的靈活度就會比較高 那 好 所以 老師呢 剛剛體驗了 我們這邊 有點 這樣的感覺 這裡 好 所以 我們看一下 剛剛你有沒有什麼 沒有用過的 風格已經會用了 好 而且我這裡有講 一定要有網路攝影機 沒有網路攝影機的話 你就 因為你剛剛有登錄帳號 如果你沒有登錄帳號 事實上是可以直接進來的 也就是說我與會者我可以匿名登錄 好 那這個大手摩智慧了 接下來我們就要看一下 投影片了 各位老師 你有沒有感覺到 嗯哼的下面 好像有點熟悉 嗯哼的下方這裡 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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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啦 沒有啦 不是新增 有點像新增 沒錯啦 也像我們Powpoint 所以它下面其實就是簡報 就是投影片 所以今天我們開場在這裡 然後咧 如果我增加一個頁面 你看我新增投影片 這個是不是第一頁 我再增加一頁 那這一頁呢 我要換到這個場景 換一下 好你看我在第一頁 有沒有這個場景 第二頁 欸 掉回來 這個 這樣你了解了吧 所以你的那個後面的布景 你可以像這樣去切換 好可以去切換 這是一個 再來 你的位置可以改變 比如說 欸我開場的時候 欸我要在這裡出現 好在這邊 我想要出現 欸你有沒有發現 我們每個人下面都有名字 這樣會不會 看到那位同事 不會叫出名字 哈哈哈哈 欸現在很多人 看到 啊我記得我記得 就是你就是你 哈哈哈哈 但是 名字忘記了 這樣有沒有比較OK一點 順便做提起嘛 好 因為像我 過年這段幾天才剛開完 三十幾年的那個 那個同學會 大學同學會 在台北火車站上面 有一個什麼響石天堂 哇這個 一千 好像一千五百 還是多少 一千多 對啊不便宜耶 可是人好多 哈哈 那 這個上面如果都有那個 我就不會忘記這個是誰了 哈哈 所以我們就可以像這樣 你就比較好辨識 那 你看喔我們今天 我在投影片一是這個位置 啊我在投影片二 我想要 就是換到這個位置 你有沒有發現 第一個位置在這裡 第二個位置有沒有在這邊 然後你的 這個內容 都可以怎麼樣 放進來 比如說我第一頁我可能是放哪一張圖片 第二頁我放哪一張圖片 是不是都可以 跟我們真正在做簡報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你可以像這樣子 其實可以一頁一頁的用 但是 也可以怎麼樣 啊我不要那麼麻煩 我可以把我的泡口 直接揮進來也可以 所以你看這邊 這個簡報 這裡 點一下 左手邊這個 老師要點到這裡 有沒有 你就可以從這邊 是不是新建或者 誘入好像是 我看一下 匯入的部分 誒 新建一個 名稱 我看一下 我先拿這個 我把它打開我這個錢吧 好 這裡就兩頁 三頁 好 第一頁我要講這個 有沒有 Peace Pin 這個也是很不錯的工具 然後再來呢 第二頁 因為第二頁我是分享我的那個螢幕 這個我們等一下再試就好 然後第三頁 有沒有又來到這裡了 你有沒有感覺我都還蠻認真的 我來這裡我就準備一個虛擬聖本 我有自己準備一個呢 然後呢 後面我再講其他的 這樣子 他就幫我記住了 當然你也可以選擇我 這一頁我就不要出現 但是你不要出現 你就把它設成什麼 從右上角這邊 有沒有看到一個叫淡化 淡化就是透明度 好 這一頁我不想要出現 我就單純講解就好 然後呢 這一頁 我有出現 這一頁 消失 這樣是不是老師 又可以自由決定了 其實跟我們上課一樣 你要講什麼內容 我先安排好 然後呢 你可以這樣子 上課 直接用這個直接講 也可以 所以 老師有看到這裡 有沒有一個錄製 有 你應該知道按下去就是 On Air 錄影中 哈哈哈哈 對對對 有沒有感覺很OK 所以其實 像這樣 那如果說老師 你的那個 好朋友要匯進去 應該是在媒體這裡 在媒體這裡 我剛剛找這邊是錯的 這個是找我已經做好的簡報 所以你真正要匯入自己的東西 就從上面這個媒體 那他支援的很多 喔 包括你的 你看左手邊 有沒有 你的圖片 你的聲音 然後呢 這個簡報 在這裡 你只要把你的 PowerPoint 叫進來就好 但是老師要留意一下 如果你用這種方法 他其實是把PowerPoint 變成什麼 變成一張一張的圖片 也就是你裡面的 什麼動畫啦 連結啊 都不介容 都會不見 這個要麻煩老師稍微注意一下 這樣可以嗎 反正就是當圖啦 是啦 老師請說 錄影可以錄幾分鐘 錄影喔 錄影他沒有限制時間 但是他如果是 不能錄影 會是十分鐘而已 那個是線上開會 線上開會 如果是相關加錄影 那就是受到線上開會時間的影響 對對對 如果是沒有邀請別人 那就沒有時間的限制 可是我也不會鼓勵老師說 無限制錄製啦 因為他 他不是那種就是 怎麼講 比如說你現在要 線上開會 然後把他做側錄 有些人會用側錄的方式 他不是不適合這種方法 所以 他比較適合就是說 就是比較短一點 比如說我可能 半個小時 十分鐘 二十分鐘以內的 我用這種來錄 你會覺得這樣比較有效率 嗯 如果你真的要很長的 我就建議你 就專門錄影短題就好了 這樣反而比較能夠發揮他的 就是效能 對對對 所以他錄幾分鐘以上都可以 理論上是都可以 對對對 免費的賬號就是 最多就是五個影片 可是你不要忘記 因為畢竟你錄完了 要傳到他上面去 然後還要剪接 剪接是在上面剪容 對對對 所以如果你真的檔案太大 事實上 動作起來就會變慢 反而不是那麼好 他就變成 畢竟你是透過雲端來做 不像本機上那麼靈活 嗯 你看我們摩克斯 我們也是 五到十五分鐘 一個段落 如果是下載 下載短題的話 他就直接在主機上做機器 沒有都一樣 都在影斷 都在影斷 也就是說他錄影 雖然是暫存會放在你的電腦 沒錯 可是他只要錄完 他就馬上傳到社會上去 對對對 所以下載短題跟那個線上版本 都一樣都一樣 都一樣 下載的版本跟我們現在用線上版本 唯一的差別是什麼 你會多一台虛擬網路攝影機 也就是我可以把你現在看到的這個畫面 假設我是用Google Meet 我就可以把這個畫面 當作是一台網路攝影機 送到Google Meet裡面 那代表一件事情 我就不用再分享螢幕了 我們就是直接看視訊就好了 我不用跟你講說我要分享螢幕 反正我就已經直接合成了 對對對 而且這樣的好處是 因為你是透過視訊 各位老師不知道有沒有注意到 我們如果Google Meet 分享畫面的時候 假設像我這樣 我有這個人的頭像在上面 其實我的這邊會變得有點鈍鈍的 你們有沒有用過Google Meet去播影片 全螢幕的狀態就會播影片 會鈍 但是如果你是看那個視訊鏡頭這一邊 不會 為什麼 因為視訊鏡頭這邊 它的更新速度是比較快的 就是那個螢幕 就是它本身傳送的那個速率是比較快的 對對對 這個有差喔 所以這個是一個方法 就是說如果老師你想要 合成之後再送出去的 那就這樣安裝的軟體 對對 它現在主要差別就走這個 而且你安裝軟體是沒有中文版 就只有英文的介面 它統一連其他語言都沒有 不是對中文特別不好 是其他語言都沒有 就只有一個語言這樣子 好 這樣老師有沒有一點 基本的概念 有了齁 所以你看我們把它當作是一個線上會議的 你就可以像這樣去弄 那它裡面呢 當然也有提供一些圖庫啊 這些都有 那待會呢 我再來 用分享螢幕跟錄影實際做給各位看 好不好 OK OK 但是對 感谢观看